这个红圈正中央有50美金 100名挑战者都在圆圈内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能直接带回家 规则很简单 一旦弃拳或者触碰到 红圈将直接被淘汰 这次挑战被他们试成可以改变人生的机会 毕竟50美万现金就放在正中央 谁都想为此拼一拼 为了得到50万美金 这位小哥果断选择裸辞了 准备在这个红圈里常住 很多人连帐篷都准备好了 唯一不好一点就是伙食有点差 因为节目组只提供卖片 当然挑战的第一天 就有人知道不可能获胜 这个小伙子觉得跟100个人竞争的概率太低 干脆决定弃权 一个礼于打挺 小伙只跳出了圈外 不过 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土豪先生表示 为了奖励第一个淘汰者 将送给小伙一辆全新的跑车 土豪先生此举想告诉挑战者 淘汰者同样也能得到回报 有了小伙子的前车之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又有人自动弃赛了 这个老妹拿到几千块的随机奖励 甚至都哭了 短短几小时就拿到一笔可观的数目 这些钱可以让他这段时间的生活轻松一些 当然 人豪钱多的土豪先生也并不傻 并不是所有主动淘汰的都有奖励 第一天过去还有93个挑战者 每天圈子就被缩小一点 深夜 工作人员开始搞事了 扔了个糖一泡蛋 小伙子一把捡过 好家伙 手刚好月线 一包零食价值50万美金 就问你慌不慌 这就是嘴馋的下场 另外还有不同的额外挑战 比如剪刀石头布 输的人就会被淘汰 到了第三天 工作人员把活动范围又给缩小一半 剩下71人挑战者 还在场上 土豪先生又放话了 要是五分钟内有人弃赛 那么剩下的人将会吃上美味的汉堡 不然晚餐就是吃麦片 果然有为小哥自动退赛 一时之间他受到众人的欢呼 晚餐终于不是麦片了 节目组加大了挑战难度 还在红圈外装了球架 黑人小伙一时寂养 一脚球门扒笔听 踩到线了 果然这有钱人准备的挑战不会这么简单 感受满满的恶趣味 到第四天 还有60人在场上 工作人员又把活动空间缩圈了 不过这还没完 工作人员又设置了手机闹铃 每隔一段时间外发 搞得人不能好好睡觉 这真的算得上是一种酷刑了 就这样过了一周 很多人开始出现精神恍惚了 他们突然觉得人生没了意义 于是 土豪先生决定玩点大的 一辆全新的特斯拉驶来 只要不触碰地面的情况下能触碰车 那这辆特斯拉就可以开回家 此时 还剩下36人 这位小哥跃跃欲试 他想要借助轮胎荡过去 然而 他想多了瞬间被淘汰 接下来的挑战者脑子转得快 利用了队友的力量 晃晃悠悠荡过去 然后纵身一跃手碰到了汽车 不过这一举动 也让他失去了50万奖金的权利 随着时间慢慢流失 圆圈不断地缩小 此时场上一位金发女受不了选择弃赛 但她还是获得了2万美元的奖励 哪知她的男朋友也在这次挑战中 趁着这个机会向她求婚 土豪先生为了祝福这一对新人 大方送出10万现金 时间过了10天 土豪先生决定增加难度系数 挑战者的活动范围只有脚掌大小 有许多人已经坚持不住 此刻 土豪先生又表示说 要是放弃就可以拿到1万美元后 于是先后有5个人选择了放弃 还剩下10名挑战者 土豪先生宣布本轮比赛挑战结束 剩下10名挑战者会进行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的挑战 土豪带他们去了体育场 游戏规则同样简单 谁能躲到最后 谁就能拿到50万美元的决赛奖 而这个体育场可以容纳10万人 非常庞大 土豪先生想要找到人也是很麻烦的 于是土豪先生激活了他们身上的定位系统 找到第一个挑战者 对于找到第一名 土豪也大方送出1万元的鼓励奖 有了定位系统 让场上的局势变得非常的微妙 大伙都在他竭尽全力逃跑 还有些人躲在垃圾桶里 也被找到了 最后是穿绿衣的小哥坚持 到了最后 拿到了50万美金 如果让你参加这场比赛 你能坚持到这两轮的挑战吗 HAHAHA 生意大利 也不想讲完 �